小朋友其中一个我们感同里面 叫本体角的发展 如果本身本体角就会牵涉到我们自己 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认识 和我们的身体的感觉 譬如我们可能是上下楼梯 为什么可以不用望楼梯 见到有一个很窄的路 我们懂得侧身 但是怎么样我们穿过去 又不会碰到墙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对自己身体的控制的一部分 小朋友其实由他一出生开始 其实这个本体角已经开始发展了 因为现今的都市 很多东西没得玩 没得尝试 太多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本体角发展 最常见的话 就是小朋友小时候 就会比较有些我们叫乱进的行为 本身这些不可以叫疾病 不过会令我们生活或者在日常的学习 和小朋友的成长会造成多少的障碍 会影响小朋友的一个自信心的发展 没有自信的小朋友 其实在多方面的学习都会受影响 在这些东西 ах man 家里面是什么 这些东西 这是什么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好好贵 点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